现在特别黎智英有很多条罪被控 关于六四的善惑他人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 正如周幸彤在《自便书》所说 这些是政治入罪的 因为过去三十多年 在香港一直都相安无事 特别是经过97年 入了中国的五星期降落在香港了 六四集会一样如常举行 所以到了《国安法》之后 就将它变成了一个要检控的罪名 然后现在就法官判罪成 很明显这个是一个政治入罪 就不是一个刑事罪来的 也都没有刑事的成份 但是因为现在 习近平主政之下要全面管治香港 要将香港变成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 所以在内地普通城市不能够做的六四悼念 六四集会都变成了有罪 所以我觉得法官判罪成立 等于13日就是宣判刑期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莫须有的政治检控 对于香港人进行一个言论收紧 政治打压和对于任何六四的公开活动 都会绝不守远 会继续镇压 将香港变成了中国的新的维稳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这个罪名成立是相当之荒谬的 因为可以发表对于六四的任何言论 可以参加任何在香港举行的六四的集会活动 除了维园的烛江集会 也都有其他的追到每年六四的游行等等 没有啊 香港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直接统治 而其实直接将香港人变成了中共统治下的一些奴隶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750万人 Lucy现在变成了是龙的传人 是鸟龙的龙 是雀龙的龙 是囚龙 困住你那个龙 上面有竹花头 这个龙的传人就是说 跟14亿人民共呼吸 现在有同命运了 现在美国的民主峰会就召开了 这个就请了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似乎这件事就引起了香港的一班官员的 这个是陆冠聪回言的话 就说会认邓炳强说极度愤落 我都见到邓炳强和肖泽宜 就不断那么攻击 罗冠聪现在有多个一个人 唐又宗族加入了战团 就一起去追击罗冠聪 其实罗冠聪出责民主风卫这件事 对香港政府来说 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有两方面的 第一 就是香港没有代表也都没有被邀请 刚才我说的香港变成了中国一个城市 人家怎么会邀请你呢? 你都不是民主国家下面的一个城市 你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来的嘛 这个原因就是引起香港的官员很感冒 心中有一条刺 第二 为了向北京的主旨交心 所以香港那些 纪律部队架头 包括这个保安局长 警务署长 到现在这个 人大常委 谭耀宗是不是? 都一起出来 配合中央 要去 详细民主峰会 中共唱衰民主峰会 就出现了很奇葩的一种手法 就是唱好中国民主 以为唱好中国民主就可以唱衰民主峰会 谁知道就自暴其丑 出了一本《中国的民主》的白皮书 里面歪理念篇 没有一句话是正常人可以理解到的 将中国的民主吹嘘到全过程民主 全链条民主 那些形容词多得 你发觉好像是 是封人院走出来的说话 那些歪理多得 像精神病人在那儿暗暗沉沉 中国的民主 就是一句废话 中国是没有民主的 在普世意义上 你看看那本《中国的民主》 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的段落 去界定 什么叫做民主呢 有没有说清楚 在普世意义下的民主是什么呢 他没有界定的 没有定义的 民主是沉沉沉沉沉沉沉 人民当家作主就叫民主 全部都是用共产党的那些术语 代替 正常的语言 那些术语本身全部都是有欺骗性 有这些叫做偷换概念 有些语言艺术 有些就是 形容词就多过什么 是没有实质的 普世意义的民主 不难查的 各位网友 你想Google 查民主的 政治学的定义 我相信除了维基百科 还有很多网上的 见得到的专家的论述 民主是什么 但是中国的民主 他 排除了世界上正常的理解 自己定一套民主 所以加上全过程全链条 那些完全是 很简单 在网上查全过程民主 只有中共说的 全世界没有人说 全世界七十几八十亿人 只有十四亿人的国家去说 全过程民主 他自己创造一个新名词 他就要排除你世界上的 大家公认的民主 就说他中共自下这种 全过程民主 全过程民主是谁说的 都是习近平说的 以一个小学程度的人 我们不是歧视 我们不是歧视 特别我不是歧视 小学毕业的人 但是以习近平这个程度 是没有办法 讲清楚普世意义的民主 其实不用讲远了 Lucy 只是讲美国的民主 你将美国的民主 解定清楚 讲清楚 复述清楚美国的民主 那你就知道中共的民主 是有多不堪 中共的民主是以官做主导 在共产党控制下的 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集中制 民主又要集中 集中就是共产党去统计性 人民民主专政 要害不在民主 是在专政 用共产党来控制你们 说你们有民主 但是背后是 共产党操控 你看看人大政协 是橡皮图章 人大号称 中国的National Congress 亦是英文 他哪里有国会的 真正的职能 和表现 全部都是 Robert Stan 西方人说的 橡皮图章 现在要将香港立法会 12月19日 被拖延了一年三个月之后 再选立法会 是要将它变成了香港的橡皮图章 所以 这个 港官也好 谭耀聪也好 在批评 这个罗冠聪 第一是宣葡萄心理 第二 要向上效忠 表忠 表态 没有意义的 特别 特别是 特别是 1937年 1945年 1945年 中日抗战期间 中日抗战期间 毛泽东 作为一个 颠覆政权的力量 中共 是指使特务头子 潘汉年 在香港 连续几年 向日本的 军部的情报机关 是 交国军的情报 给日本军部 驻香港 然后换取 日本 非常重的 酬劳 一年 几万港元 当时几万港元 不知买到几十堂楼 的报酬 就给中共建立 这个 军事力量 颠覆中华民国政权 你想想 中日抗战 中华民国和日本打到九彩 毛泽东领导的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中共 就向日本出卖情报 去攻击自己的同胞 攻击自己的国军 这些不是汉奸 是什么所谓呢 邓炳强现在为一个汉奸政权 效劳卖命 就说人家是汉奸 他完全忘记自己已经做了港奸 邓炳强 包括肖宅瑜 这些才是港奸 林郑政府这些是港奸 将香港的 核心价值 将香港人的命运出卖了 然后换取他们的功名富贵 换取他们的 高薪厚职 因为他们的 利益 是建立在香港人的血汗上面 他们收到的钱 全部都有香港人的血 他有什么资格去 骂罗冠聪 是港奸或者汉奸 因为他们自己 骂罗冠的那个 本身就是汉奸 也是港奸 所以 在民主逻辑这么混乱 在政治上 他们投靠了一个 出卖香港人利益的政权 是要将香港人 变成了 镇压对象 哪有资格去骂一些 逃亡海外 为香港人 争香港人争取利益的 一些香港青年啊 这些官员和谭耀宗 没有一句是人话 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 其实 不单是香港的官员 以及现在中共的党媒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以及央视 现在又同样是披押 老冠聪 说了西方反华的公仔 快乐之类的 其实何先生 其实中方和香港政府的 这一连串的举动 其实是不是被 针对的未必是罗冠聪 而是他背后的 美国政府呢? 他是要唱衰民主峰会的 他现在中共的文宣系统 大外宣 是连篇累赘的 是这样 就不断发表 就是丑化美国的民主 就是 折得抢 参加民主的 民主峰会的 香港的代表 罗冠聪 和台湾的蔡英文 是 不断去 讲他们的坏事 用很多政治指控 其实那些全部都是 真是 一些宣传的术语来的 没有一句是 站得住脚的 全部都是共产党 因为你现在被 美国为首的 110个国家所孤立了 包括中共 俄罗斯 新加坡 委内瑞拉 这些 白俄罗斯 这些国家 全部都是 极权专制 独裁国家 怎可能 有民主成份 人家不聘请你 参加 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在搞 一个 认知作战 现在 在国际上 发动一个 认知作战 就是说 认住民主的 国家和地区 才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这些民主价值的 捍卫者 才是今次 对付最大敌人的 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团结 这个110个国家和地区 才是未来国际 一个力量的 所谓意识形态的 聚集的一个焦点 其实这个是一个 拜登政府的一个认知作战来的 就是用民主来分界 就是今次民主峰会 只不过是投炮来的 就是说以后的 反中共 反俄罗斯的力量 就是以民主这个旗号出发 那就是 将那个 对立 就讲得很清楚 民主和独裁的对立 很清楚 就是等于东西方 过去半世纪之前的那些冷战 亦都是民主和独裁 就是当时是 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 和独裁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 今天 一样是这种这样的 格局 所以现在是新冷战 当然有些国家不是 挂着社会主义的 有些国家 虽然没有了社会主义 但是它仍然是走着 服裁专制的道路